外敌不可怕,内敌才是致命的 哈喽大家好,我是三妹 今天在准备稿子的时候呢,感觉非常的生气 你敢想象,把对台军事演习称作笑话 对中国海军的遇难阴阳怪气 把咱们中国航天员说成是二傻子 还把神舟飞船说成是高压锅 还把咱中国人和日本人进行公开比较 说中国人躁动不安 发表这些言论的就是身处巴黎前方的 中国体育官员袁浩然 也是前游泳部部长 现自行车机械运动管理中心副主任 更加讽刺的来了 他竟然还是中国反兴奋计听证委员会 单向协会代表 这人长期披着一个叫做混合勇的马甲 在网上大量的发布恨国信息 甚至是公开侮辱烈士 我看网上有个热搜词条叫做 为什么中国运动员总是被欺负 我想答案就在袁浩然 袁主任这样的人的身上吧 你看面对中国运动员被污蔑被造谣 他安静如鸡 嘿一遇到咱们说美国运动员 怎么游玩永连哄得跟紫鼠一样 他干嘛呢 他却义愤填膺的说 哎呀这个就是电视机的问题呀 目前我们看到国家体育总局呢 已经关注到相关情况了 而且立刻会展开调查处理 袁浩然已经引起了网民的愤怒 引起了巨大的舆情 现在有消息呢 是说他准备留在法国申请庇护了 不准备回来了 这种人到底是怎么一步一步伸上来的 要值得彻查 过去大家只觉得传媒文化领域被渗透 没想到体育界也被渗透的不成样子了 还是那句话 外敌不可怕 内敌才是致命的